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收听随时论》 我是老徐 今天是2023年2月10日 这一宗就涉及到日本 你可以说日本过去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不安全感是非常大的 当我说完之后 你就明白为什么 让日本感觉这么不安全 根据路透社2月5日引述日本的《产经新闻》消息透露 美国建议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作为加强东海和南海防卫计划的一部分 中程导弹未来在美国驻日本军队中 配备部署 之前有消息指 美国不准备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 现在日本《产经新闻》就说 驻日美国部署可能包括远程高超音速武器和战斧 斧头的斧 消息并说 东京准备就接受部署展开认真讨论 虽然部署地点尚未确定 但《产经新闻》就说日本正在考虑在南部九州岛的可能性 消息又说日本和美国希望加强分革东海和西太平洋的倒序防卫 并且构成军事规划者所说的第一倒链向下伸延至印尼 以应对中国 所称的倒序是因为靠近台湾而增加了战略意义 首先这宗新闻就说现在这件事是新闻 是不是确实呢? 我们就看看 拭目以待 但是以下这宗新闻就说 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 美国都没有在日本报中程导弹呢? 这一段新闻相对来说複杂 而且在说起来的时候 有很多的内容 但是大家不要介意 你不需要明白 但是你需要意会 如果我一会儿说得比较脱 不明白 你比大意就行了 好了 长期以来 美国在应对中国的策略一直以海军和空军为基础 而中国拥有强大的陆基中程导弹 中共拥有中程导弹 美国一枚都没有 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日本也没有 美国也没有中程导弹 原来就是源于美苏之前有一个中度条约 有这个条约去控制大家不要有一些射程太远的导弹 在这个限制之下 这个条约禁止美国研发 或者使用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导弹 美国已经在2019年5月正式退出这个条约 就是川普年代 退出了 现在可以研发中程导弹 根据美国国防部消息人士分析 相比之下 中国现在拥有约1900枚陆基中程导弹 和约300枚的射程可以到达日本的中程巡航导弹 还有一个说法 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除了陆基弹道中程导弹之外 可以到达日本的中程巡航导弹有达2000枚 而朝鲜也部署了数百枚射程可以到达日本的弹道导弹 我所说 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何日本这么陆 如果中共攻台的时候 它当然会搞定日本 而现在的状况 如果现在发生的战争 这些导弹可以到日本 而日本和美国都没有这些导弹 高超音速武器也是在过去几年不断升级 我再说 他刚刚说的什么 飞行轨迹不规则 这些导弹可能是Z形那样飞 这些高超音速武器是不断升级 日本的自卫队单靠拦截导弹 已经难以应付 美国表示 他们放弃在日本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你说 刚才那宗新闻不是说会部署吗? 是 大家要听下去 现在不是美国部署 现在是美国协助日本 在日本领土上 去部署这些弹道导弹 中程弹道导弹 首先与美国国内的变化有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以前其实美国有一个project 谈开就是说 在日本部署 美国的中程弹道导弹 但是现在放弃这件事 为什么放弃这件事? 是因为日本国内有变化 有这个变化 于是美国就不如这样 不要我们部署了 你日本自己做吧 去年12月16日下午 日本内国批准了国家安全战略等300文件 作为未来10年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指导方针 这些文件的核心部分是拥有以自卫为目的的摧毁敌方 导弹发射场的反击能力 政府计划将陆上自卫队部署的国产12型 地对栏导弹的射程 从目前的100多公里 扩大到1000公里左右 射程可达到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 目前正在进行改良作业 日本政府又希望尽快拥有一千多枚这样的导弹 地上发射的改良型导弹计划在2024年的财政年度就会部署 被原定计划提早了两年 它还可以应用在针对地面基地的对敌攻击 我所说大家不需要对每一句说话都明白 总而言之 就是说日本的改变在哪里 日本的改变是 它开始很进取勇裕地在自己的领土里 部署各种可以射到中国 射到朝鲜的一些导弹 今年8月上任的防卫大臣 崩田静一 决定引进美制的战斧航导弹 目前已经开始和美国进行全面商谈 1月1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面中表示 为了建立日本的反击能力 将引进美制的巡航导弹 政府拜登表示支持 日本计划会在2026年部署 这个导弹 另外日本现在正在购买的一些射程超过500公里的空对地 空对舰的战斗机 遗带式导弹 比如像挪威制空对地 空对舰导弹 JSM 射程是500公里 准备在航空自卫队的F35战机上去搭载 就是这些导弹就是在战机上的 放在战机上当然是发射的 美国制空对地导弹LASSM射程是900公里 准备在航空自卫队的F15战机上搭载 同时日本正在开发国产高速滑行导弹 运行轨道变幻莫测 击击困 射程400公里 同时计划开发极超音速导弹 射程3000公里 高速轨道变幻莫测 击击困难 这些导弹就是刚才所说的 中国和朝鲜已经拥有的那种 轨迹是会变化的一些导弹 现在日本就决定 要去买这些导弹 或者研发这些导弹 好了 如果日本建立了针对中国和朝鲜这些 中程导弹反击系统的话 美国就可以在第一岛链部署射程 500公里以上中程导弹的一部分 而这个工作应该是将这一份工作 移交给日本去执行 所以之前还打算说 我们美国去安装 现在不用了 日本你自己搞 这个工作移交给日本 这个对美国来说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当然是很大的好处 第一不用花这么多钱 这可以帮助日本完成 本来他的角色是一个盾 但是现在日本变成一支矛 以前是盾 现在就变成矛 好了 这个转换大大减轻了美国在日本防卫 以及在远东战略上的负担 这个负担移交给日本 日本实现了这个转发 不单减轻了美国在远东战略中的军事负担 也可以大大减轻驻日美军的财政负担 日本现在实现从盾到矛的转换 自己开发的中程导弹 甚至是远程导弹 而且还从美国大量购买美制巡航导弹战斧 美国建立了第一岛链的导弹网络时 不单止可以不用花钱 还可以赚钱 因为日本要从他买到刚才所说的巡航导弹战斧 所以一输一赚 这真是何乐而不为 好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新闻我为什么觉得重要呢? 这个涉及到 不单是美国在亚洲的部署 而是日本将会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自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你可以说是将自己的角色完全扭转 好了 这件好事还是坏事呢? 从历史的 我们只可以从历史的场合才知道 它又会不会变成这个 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 野心勃勃地成为亚洲的老大呢? 这样的情况下又会不会带来一些地区的不稳状态呢? 好了 还有 除了日本 美国在这个星期 这个就不是newslead了 这个是确确实实的 是会执行的 就是在菲律宾增加四个军事的基地 美国正在增加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 刚获得了该国另外四个基地的使用权 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发生冲突的话 这个将会加强东南亚国家作为华盛顿重要战略伙伴的地位 在星期四宣布的这个协议就令到美国得以在菲律宾的九个基地部署 军事装备和建设设施 加四个即原本有五个 这个是三十年以来 美国首次将在菲律宾拥有如此大的军事存在 和美国有战略合作条约的亚洲盟友中 菲律宾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台湾最近 菲律宾最北端的伊特巴雅特岛 和台湾的距离只有150公里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这些新基地并不是永久的 美国在菲律宾的最后一批驻军 已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撤离 外国军队永久住宅菲律宾是违反国家的宪法 所以他们现在说这是临时性质 在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指责美国宣布威胁到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出于一己的私利 抱着灵和思维 不断在地区加强军事部署 危害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他说 地区国家应该对此保持警惕避免被美利用 好了 这个也是这样 中国就是求仁得仁 忠于中国这个习国 如果你不是在东海、南海、台海做这么多军事行动的话 就不会让菲律宾的过程是很亲中的 不是的 你现在变成了我们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 所以 菲律宾也唯有这样就好了 既然如此 你让美国再增加它的军事基地 好了 接下来就讲究竟美国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 释放了什么信号 15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宣布这个 表明美国可以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 对中国军队在南海的挑衅行动 做出更有力的反击 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 如果人民解放军即将襲击或者入侵台湾的时候 美国可以进行援助 扩大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的目的远不于此 这个将使得美国的军队能够更辨捷迅速地挺进台湾海峡 菲律宾群岛位于台湾以南的湖形地带 这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将会成为对华开战的关键发射和补给点 菲律宾最不端的伊巴雅特岛距离台湾只不过160公里 这个消息在马尼拉宣布的时候 布林肯正是计划飞往中国 进行国务卿自2018年以来首次访华之旅 为什么我特别要提这一点呢? 大家觉得这次本来布林肯访华是要跟中国说什么呢? 他就是要跟中国宣布这一系列在亚洲的军事部署 由他亲口跟你说 然后接着就要靠下来 靠下来 由我亲自告诉你 比你只看新闻 我觉得这原本是布林肯之旅的主要任务 本来就是向习近平解释 美国近期的部署安抚习近平的情绪 戴登已经四次宣称 一旦爆发冲突 美军会保卫台湾 但是白宫发言人诸如此类坚称美国政策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没有改变 1979年跟台湾结束正式外交关系以来 美国一直没有声明会不会用军事力量去保卫台湾 这个立场被称之为战略模糊 现在美国的外交言语仍然这么说 但是你看到在行动上已经看到 美国在亚洲区的部署就是准备协防台湾 好了 现在不单止这个部署 还有不断卖武器给台湾 还有美国团队正打算加快这个进程 之前星期五深渡谈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 美国的战略就是尽量在这两年里面 让台湾自己本身有足够的防卫能力 因为打这场仗跟乌克兰不同 乌克兰有陆地的支援 可以军援源源不绝进入乌克兰 但是台湾是一个海峡 所以在这个时候 美国这两年就是要把台湾变成一只战猪 自己懂得当你攻击它的时候 你自己也会受伤 好了 现在又要讲最后一个题目 就是俄乌战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